缅北冲突中,大家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果敢同盟军领导人彭德仁和三兄弟联盟,以及敌对方敏昂来和托托敏身上,毕竟这些人自带主角光环,然而却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存在,他才是这场冲突中真正的赢家,他就是瓦邦之王鲍有祥,他在这场缅北冲突中看似势不关己,其实他一直都在深度参与,结果却左右逢源,该得的利也得了,还不欠谁的人情。 鲍有祥,一个看似普通的人,却凭借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决断力在战火纷飞的缅北,演绎了一段令人惊叹的传奇,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彭德仁和鲍有祥,在国杆自治区带主席吞吞敏和老街军分区司令末决度签完投降协议后,还一起宴请了缅军的这两位准将,一起吃肉喝酒,席间公愁交错,其乐融融,毕竟,打了这么久,大家都累了,现场的气氛非常和谐,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双方笑声不断,看来没有牺牲在战场上。 缅军从上到下都非常开心,能兵不血刃夺回果敢,同盟军从上到下也都异常开心。 简直就是缅北一家亲的和谐画面,谁能想到,刚刚还是拼的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转眼间就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了。 鲍友祥是真正的老狐狸,表面上没出一兵一卒,最后却参与瓜分胜利果实,扩大了地盘,得到了心心念念的护板室,这个话题就是在1月5日,国敢同盟军刚对外宣布正式接管缅北的护板室,瓦邦的人马就立马开进护板,并升起瓦邦的旗帜,瓦邦占领了护板后,不但能有效屏障瓦邦的南登特区,延长其战略纵深,而且还能控制中缅通道。 辛苦打下护板的彭德仁,不但没反目,而且还笑脸相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见鲍友祥背后也没少付出,鲍友祥是国敢同盟军也交了,缅甸军政府也没得罪,自己也愚翁得利了,这就是鲍友祥的智慧所在。 北方大国不得罪,缅北冲突双方都欠他的人情,就连救助难民都被称作教科书是安置方式。 虽然主动引去主角光环,但是他才是真正的主角,老街地区的战士一直在持续蔓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在这场战斗中,果敢同盟军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他们在逐渐击败殿诈民团势力的过程中,成功夺取了白索成家族的百圣集团部分产业,并占领了连苍圣科技园和白家九方后山。 然而,白索成和其他中方通缉的头目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有传言称他们可能已经逃离了老街或混入了难民队伍,同盟军的战术高超,使他们能够精确地规划每次行动,并有效地消灭敌人,俘获战利品。 他们懂得如何利用火力优势,压制敌方制高点和近距离火力点,为步兵战斗小组冲锋提供掩护。 此外,同盟军还不断调整指挥部的位置,以进一步提高各火力单位的协同效果。 然而,白家民团的防线已经开始出现破损的迹象,他们面对果敢同盟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免军的防御也存在着一些漏洞,例如缺乏地雷和铁丝网,以及分散守卫楼房的不明智安排。 此外,这为同盟军提供了机会展开多方面的攻击,同盟军在老街之战中展现的战术水平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武器装备,包括无后坐立炮,大口径机枪和迫击炮,为步兵提供有力的支援。 这些先进的武器不仅能有效地压制敌军,还能够摧毁敌方装甲车辆,使其失去突围的能力。 此外,同盟军的指挥系统非常灵活,他们能够迅速调整指挥部的位置,以适应不同的战斗场地。 他们还能够精确计算火力的投放点,实施有序的进攻行动。 在每次战斗中,同盟军都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俘虏更多的敌人,并夺取更多的战利品,展现出了他们严谨务实的作风。 与同盟军相比,白家民团和其他电炸民团的表现相形见处,他们过去一直使用暴力手段欺压电炸受害者,但面对同盟军的强大实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白家民团的防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而免军的防御也存在许多漏洞, 免军缺乏地雷和铁丝网等防御设施,而且他们只会分散守卫各个楼房,使得同盟军能够快速展开多方面的攻击。 尽管免军对老街市区进行了猛烈炮击和空袭,但却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同盟军及时组织了救援行动。 对伤者进行了抢救,并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老街战地通讯社还发表了声明,谴责免军的野蛮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他们的罪行进行问责。 目前,免军仍然聚守着老街市中心的关键据点,如南天门、大水塘和免军司令部等地。 然而,同盟军逐渐夺取了老街市中心的控制区,战局对他们而言越来越有利。 尽管免军开始对市区进行猛烈的炮击和空袭,但同盟军的高效应对能力为他们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以保护群众并收复失地,老街之战的胜负正在向同盟军倾斜。 他们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对于白索成和其他通缉犯,同盟军已经表示,一旦抓获,他们将直接移交给中国进行审判,笔者也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为所作恶付出应有的代价。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老街之战都将对缅北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希望这场战斗最终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混乱。 老街之战是一场充满惨烈和激烈的战斗,涉及到多个势力的角逐和较量,同盟军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术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他们巧妙地利用武器装备。 消灭敌人并夺取战利品,白家民团和其他电炸民团在面对同盟军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的防线开始出现破损的迹象,缅军的防御也存在漏洞,这给同盟军提供了机会。 尽管缅军对老街市区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空袭,但同盟军及时组织救援行动并谴责缅军的野蛮行为。 目前,同盟军正在逐渐夺取老街市中心的控制区,而缅军仍然聚守着关键据点,战局对同盟军而言越来越有利,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他们倾斜,最后希望老街之战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 结束这场混乱和暴力的战斗,经查,刘文新丧失理想信念,弃手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自行歧视,杨凤因为,善权妄为,搞七个有之,沦为政治生态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对抗组织审查,搞封建迷信活动,私藏和越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及活动安排,违反工作,生活保障制度,谋求特殊待遇,崇尚享享乐主义,违规乘坐头等舱,毫无组织原则。 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违规为他人调动工作,连接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道德败坏,生活极其腐化堕落,大搞权色,钱色交易,长期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调娼,赌博,玩物丧志,赤迷刀具,违规向企业摊派费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刘文心毫无计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把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务,公开履历显示,刘文心出生于1967年8月,他曾长期在贵阳工作,历任共青团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南明区区长等职。 2006年,刘文心任贵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后兼任西风县委书记,2011年,他任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次年任贵阳市常务副市长,2013年11月,刘文心任贵阳市代市长,2014年1月任贵阳市市长,2017年8月,刘文心任前西南州委书记,担任该职5年。 2022年4月报道显示,他已任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据缅甸媒体报道,这份源自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的框架协议草案可能很快就会落实。 报道指出,去年11月,两国政府已经成立了指导委员会,以便共同讨论并敲定项目资金及细节问题,意图加快这一里程碑式工程的启动。 国家管理委员会是缅甸政府架构中的枢纽机构,其涉足此类项目,可见大将苗莱政权的积极性很高,也表明其意在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为谋取中国的进一步支持。 不过,该项目框架协议还未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正式确认,但可以看出,缅甸方面对于铁路项目的推进意愿非常强烈,对中国来说,这条全长约400公里,需建造124座桥梁以及60条隧道的电气化铁路若能建成,无疑将极大促进边境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 这样一来,中国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也将获得突破,募解至曼德勒铁路,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象征着中缅两国未来合作的广阔前景,一旦完成,它将连接起中国云南省的边境城市募解。 至缅甸中部的经济枢纽曼德勒,这将是两国之间的一条生命线,为中国的商品提供直接通往印度洋的出口,降低对马六甲海峡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对于缅甸来说,这条铁路将显著改善其基础设施,助推经济发展,加快整合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